等等,你不是太早熟了 你还说你没有? 真没有?我当时只是看他沮丧和想安慰他 希望他能开心起来而已 谁知道,刚好被我爸看到了 是不是只是这样? 问他? 安慰? 我怎么会不明白 你理错错事的不是你 你却受到那么严厉的批评和惩罚,凭什么? 因为我是责任人 只割团队出外体,我是应该负责任的 你还笑?你是责任人 但是也是你自己啊 为什么明明不开心,还有强盛的孝顺 多委屈,多累 这种时候,难过生气,好歹就释放一下吧 从小,他们一直和我说的是 任何时候都控制好自己 不可以任性 你的这些话,第一次有人跟我说 所以啊,哪怕只有现在 生气的发怒,委屈的抱怨 难过就哭一下 我不告诉你 那时候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小心翼翼的触碰 她被看透的心是,不想被别人致想的心心 因为妈妈的经历,我觉得失去才是正常 因为高中时分开过一次,我害怕,不会再次失去了 嗯? 她为什么,我最开始的愿望是,想老师先天职 现在一直在我身心 我不会离开你 对啊,她就在那里,只要背向她就好 好,只要这样回答她就好 你想她,我这儿来了啊 你,六川这么少在外面晃,没个手心 杨老师怎么也找到这儿了? 我追你来的路上去联系她的 川上 寻老师都找到你了,那还不回去 你们,你们找到我也没用 就算今天把我押过去了,那明天,我就晃个地方看 你以为一直躲着,这件事就过去了? 你不回去,那少当其中的,可就是小七月头 关她什么事啊,她不明白的 双方家长以为你能早点 本来在我办公室能解决的问题 一一出早,现在闹到校长的事 刚刚听说你被找到了,校长已经把七月找过去了 现在一屋子校长的家长,她自己一个人在被门发了 所以你要不要改变刚才的团 行,这件事和她没关系,我就就回去 回去想好这么说了嘛 那,我来给你一些建议 军老师,早点回办公室吧 我们和这小子一起去一下问题 啊,那个 算了,现在答复好像不是时候 不过还是 先,轻轻告诉她 嗯 多余老师,这什么建议啊 其实很简单 做过的事就负起责任 该做弥补做的力量 弥补不了就及时直锁 明确说出你的心灵 让别人明白你的想法 如果,还是不必理解呢 不用急于一次就让人理解 每个人的思维都有偏差 至少你要把想说的话转打给别人 老师 嗯 我都是你不生气 不怀疑吗 为什么不骂我 哈 我不批评你 你怎么一副很失望的样子 还有提这种表情呢 要不,我现在说你两句 不用了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 每天和你们相处的时间 怕是比你在家的时间都长了 你们是什么样的孩子,我都知道 而且,我也曾经17岁了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冬天在外面一晚上不回家 你怎么想的 请冷静一点,星辰爸爸 我很抱歉,爸 什么 我不该离家出走 很抱歉,因为昨晚的事 给大家贴麻烦了 但是 但是我17岁了 我也是有自尊心的 所以希望您 也能对我有多些理解 另外 可以让七月回到班级去吗 因为你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只是我单方面的行为不妥 七月 对不起啊 因为我的伤,把你吓到了 啊 啊,没关系,没关系 你没事就好 七月的事也问得差不多了 那七月就先回去吧 剩下大家坐下冷静点 处理一下这件事 嗯 嗯 嗯,杨老师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 年纪轻轻的,还要注意身体啊 来,快来坐下 啊 哪儿还坐得住啊 事情都解释清楚了 家长们很满意结果 刚刚已经送走了 星辰的检查也不在明天交上 啊,那算是圆满解决了 杨老师也辛苦了 严谨轻轻遇到这些事 解决起来很吃力吧 还好 像数学体一样 理清条理总是能解决的 校长,我这就回去了 还有件重要的大事没错 啊,快快去快去 这么热心工作的年轻人 太难得了 那是咱们老娘呢 这憨憨的笑容怎么回事 憨憨呢 我怎么觉得有点 大了呀 人都没去哪儿了 应该在操场上吧 这节课 应该是他的体育课才对 老师 体育课上的好好的 好,我拿来当小工啊 这么大小伙子 让你干点活这么多意见 我不是在和你们一起搬吗 找到你了 太略了 我有事忘记了 我得去煮肺下 哎 你走了 飞得太低 好 我得去趟体育组要开会 那这些小蛋糕呢 好 那是诚心不言作道 留下你们去吧 我赶时间 危了,你是谁专门穿私服上学的 校服运动服呢 根本抓不住人 这丫头 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现在这教学要求啊 一步一改 是啊,别说学生了 老师接受起来都吃力啊 嗯 就是啊 挺受就连体育的信仰球都不少了 对吧,邱老师 邱老师 奇怪 刚刚还在呢 你今天很忙啊 徐老师 是不是又突然有事跑掉了 也是 是 邱老师真的是 每天在学校里飞来飞去的 哪有你这样 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当面说 只发了一个字的消息了 嗯 嗯,你 有在呼吸吗 哎 你 你 回答你的你还不冷 啊 那我们 是 是你说的 我们只是试着在一起三个月 对,我说过的 三个月里 你要是觉得我不可靠 就停止 我绝不强留 那这段时间里 不能让学校里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不想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嘴里的瓜 好 还有我 没有了 那 我现在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嗯 分相喜欢的人 两个人 一起开心 哪个人多好 好 好 我爱你,你是纯纯我中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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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可以放开了吧 放开吧 有人亲过怎么办 不行 我得把以前的都补回来 什么 多远 所以 你在做什么 好 好 外面 你去吗 下星期那个猫咪主题展 猫咪主题展 是啊 都是猫咪形象小物 还有猫聊玩具 还有好多好多 我就不了 我是狗的 你怎么说啊 好 要去吗 那个展览 是 我们的 第一次约会 哦 哦 第一次约会啊 可是 可是 这个约会啊 不太过 他人 他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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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他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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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这次总算画得像这猫了吧 嘴头比安安鉴定性 嗯 小白 他自己一个人 我的天 奇非是马路 小白 回来 哦 成熙哥哥 小白 小白 你们怎么当家长的 有事没事 啊 实在对不起啊师父 没什么事 还好这孩子我拉得及时 哎 也谢谢你了 还好你出现了及时 嗯 求你是 成绩寻本 你们怎么在这儿 哦 不言 你回来了啊 这位谢谢 再死他 啊 完美 啊 都说了不用这么正式了 啊 对了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怎么说 你这也是初次恋爱啊 那 初恋的纪念品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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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清清 这么红的口红 对 一旦头上 绝对令人难忘的颜色 听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呢 在感情上 那么别扭的你 竟然也能走到这一步 嗯 嗯 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 总觉得他就像一股暖暖的风 温温柔柔的 悄无声息的 就把人给包裹住了 让我忍不住 想跟他的步调走 真好啊 不时隔七年 还是和初恋在一起了呀 是 今天杨老师 你一定会给你个初恋纪念的 哎呀 好好奇他会给你什么呀 安安 啊 清老师 我好 哎呀 喂 杨老师已经等在这儿了呀 那我就不当电灯泡啦 这一天 清清 那也不用跑楼梯啊 这十二楼哎 而且 也不是什么电灯泡啊 我们也走吧 嗯 签什么呀 啊 我 我先说明啊 不要过于期待 因为我 欢迎做女朋友这件事 那 并不太有经验 你只要把自己带着 把自己交给我 就好 和这个人在一起 心里总是有轮轮的东西 正来正去 诊书中的小鹿 可别壮云了 嗯 有消息 你弟弟自己跑出来都有警告啊 来热理一下 我先把小鲜鲜 拍个复杂